市長今天來市場 就是除了關心一下我們非洲豬瘟這個疫情之外 就是也來慰問一下現場的同仁 那現在目前全世界發生非洲豬瘟 近三年還有疫情的國家大概有八十個 將近有八十個 那所以就是目前亞洲必須的話有十八個 那目前剩下五個台灣還有日本是非議區 那表示說邊境這個工作我們還是要持續努力的 那現在接著就由那個國際郵報的檢查個檢查單位 來解說一下他們如何防範非洲豬瘟的 那我們先由中華郵局的 你的台南郵局的陳永祥鼓掌這邊 鼓掌先來解說一下 好 謝謝 市長各位長官然後各位貴賓 各位可以大家好 我是台南郵局作業鼓的陳永祥鼓掌 那為各位來解說我們國際郵包進口的作業流程 那從世界各地進口到台灣的郵件 會先進入到我們郵政公司在桃園設立的航遊中心 先做出貨的分檢 所有技達地是台南雲林嘉義的郵件 都會統一進到這邊來做檢驗 那郵包進來之後我們會去用人工分檢的方式 然後 對 人工分檢的方式 那郵包進來之後我們用人工分檢的方式 把它分為非來自中型國家與來自中型國家的 那配合是中型國家的包裹 我們直接也會進我們的X光機 來查驗裡面是否有違禁力 那是來自中型國家的包裹 我們用人工分檢的方式把它整齊 採用在地上 百分之百讓檢驗犬做一個鏽紋的動作 來看裡面是否有豬肉字體 那檢驗犬鏽紋到 我覺得裡面有豬肉字體有沒有 我們也一樣會進到X光機後 再做確認之後 然後到後面再做一個開採查驗的動作 那以目前的去年統計資料來看 每天要檢驗的數量還多少 每天要檢驗的數量大概會是在 四百件 對 每天 我們每天平均進口的總件數也會在五百件那邊 那最高峰有一天到一千三百件 那去年全年的進口量也有達到十四萬件 那為了應付這樣的進口量 我們人員是每週一到週六都有上班的 那所以說可以是幾乎全年無休 那整體的作業 也有興在我們 我們台南郵局林檢局長 與我們郵合養合長的全力諸導 還有我們郵件人員的努力之下 整體的郵路運輸可以運作正常 然後還有我們的分檢工作也可以落實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 那謝謝了 然後郵寄郵邦會進入到檢驗權的那個偵測作業 那今天來到現場的林檢員是孕婷還有佳琪 那還有檢驗權MOMO 那請檢驗權作業幫忙解說一下 各位長官大家好 我們是檢驗權隊 今天由我們的林檢員孕婷 以他的工作夥伴MOSIS 來為大家多吃飯 然後通常我們在進行有務的作業的話 我們會先以高風險國家去做為偵測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要麻煩我們的檢驗權幫我們做一下示範 準備好了嗎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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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拿帖子去坐上計劃 然後並告知油務人員會同海關及檢疫瓜一起去做檢查的動作 我們已經知道已經給他一起一下 然後所有的油網都會經過X光 那接下來進入到海關的政策組合 我們目前共同關的台灣優勤的作業 基本上經過X光的國際郵包來的時候 都是百分之百通過X光的檢查 所以說如果發現有我們這邊具有證照的專業的官員在判讀 那如果判讀影像發生有疑問的或者是可疑的油包 我們會經過X光以後在那邊直接由人工搭下來以後做人工的查驗 那目前這就是我們經過X光的照片 那當他那個被檢疫犬聞出來的 那我們在判訊裡面看到什麼 就是這個地方比如說這個是有機物的部分 這邊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檢疫官他就完以後 我們看過裡面沒有其他的東西了 有時候沒有毒品沒有什麼 那我們到過去的時候就直接拉下來送到後面那個檢疫官那邊是處理 用綠點來標示 有綠點就會 有綠點是 有綠點是 那他我們會去看食物的話會有血 那肉鬆 他不要 比如說如果一下子長 你會很明顯的看得出他的 造型 可是如果食物的話 可能很多都有可能 那餅乾裡面有肉血 對對對 我們會基本上食物的話 我們比較高峰級的家 我們就平常會拉下來看 對就是 那如果不是高峰級的國家 可是他也還是也 譬如說新加坡 新加坡他也有很多豬肉製品 所以我什麼都沒有吃 就是我們其實我們會去看 比如說 像是高峰級的國家不一定會拉下來 是每次高峰級的嗎 對 東南亞國家本身就是高峰級的部分 對 像我們去年就有40件的檢出 那其中有24案 就是大家意料之中的就是從中國來的 從中國來的24件 所以大部分來講 都占了六成以上 占了六成以上 那因為我們 不是只有檢疫的部分 我們去年 這邊也超過 超過 將這25公斤以上的毒品 所以說 這個我們就是阻絕 毒品跟 非洲豬瘟病等於 國境之間 就是我們的責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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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 這是示範品 好 謝謝 謝謝 這是示範品 謝謝 各位來賓大家好 接下來有關郵包檢疫的流程 就由我們兩位來為各位做示範以及解說 那根據我們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四條第三項 那檢疫物呢 不得以郵遞方式輸入 如以郵遞方式輸入 應以退運末路或銷毀 我們高雄分屬採取的一個方式呢 是以退運做處理 那首先在 所以他就不用被罰了 你只把他退運他都不用被罰 被退運的話 如果收件人是15人的話 對就會被罰 就會被罰 對 所以是親友寄給他他不用被罰 親友自己寄給自己 對 親友如果寄過來 他不知道這回事了 他有生命 不知道的話 那就沒有罰 沒有人會承認 還是有罰過 還是有罰過 我沒有罰過 那為了維護我們檢疫人員 在郵包檢查的一個過程 那個衛生安全 我們都會先配戴好口罩 以及手套 然後接著我們要先定位 就是這個郵件 是從哪一個國家 被寄送過來的 我們就會根據他的落地單號 那他的落地單號號碼 最後末碼就會有一個CN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郵件是由中國這邊 被寄送過來的 那接著開始進行裡面的 檢疫物的判定 那我們檢疫物的判定原則 像這種商品化的一個包裝的話 我們就會根據他的成分原料配料表 是不是含肉類成分呢 來做一個那個檢疫物判定 但是有時候可能他會開拆 他就在對岸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以一般 假鏈袋或塑膠袋 做一個包裝 那這時候 我們就會根據他商品的那個 性狀啊 質地啊 或者說他所散發出來的一個氣味呢 來做一個那個檢疫上的一個判定 那像這個郵包呢 我們就有發現到就是說 他含有豬肉的產品非常明確嘛 都是一些商品化的包裝 都是一些商品化的包裝 對 就是有商品 對 不要是這樣子 那在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這幾個郵件呢 我們就判定為不合格 那接著我們檢疫人員呢 就會根據裡面的那個檢疫物呢 進行拍照 那這個檢疫物因為判定不合格 後續我們就會上我們的系統 然後製發143年的處理通知書 在第一連的部分呢 我們主要會計較給台灣收件人 那計較給台灣收件人的部分呢 我們同時會附上那個我們的檢疫選擇三章 那配合 因為他是中國來的有件 所以他第一個我們選擇語言 大概就是會以中文 然後扶以英文為這個做處理這樣子 然後一起計較給台灣收件人 那第二連當然就是通知海關 這個有豬肉類的一個產品 第三年我們自己機關留底存查 那另外又根據就是 我們111年的5月20號呢 我們書裡面就是有一個明確的一個公告 就是說如果來自非洲豬英疫區的豬肉類產品 是用留地方式輸入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會有罰則的問題 因此我們在計較給台灣收件人 這篇處理通知書的時候 會同時附上我們的那個聲明書 然後請台灣收件人去說明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國外的一個 豬肉類的產品 那個寄送到台灣這邊來 那這個部分也會做為我們機關 後續是不是開罰的一個 一個採處的一個評斷之一 那因為他是 疫區來的豬肉類產品呢 後續呢我們也會有做採樣的 動作 那基本上我們採樣的原則呢 為了避免病毒有善意的風險 我們就是以最小單位包裝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直接放入我們的取樣袋內 不要再另外做太開了 然後接著密封好 貼上 貼上標籤 然後我們標籤大概就會記載 取樣日期啊 取樣地點啊 取樣人員等相關資訊 然後計較給我們台灣這邊呢 相對應檢驗的實驗室 那這就是我們採樣完成後的一個 一個包裝形態這樣子 接著就會自發一次四連的取樣品單 那取樣品單第一連呢 這個包裹因為要代退運 所以第一連我們也會連同相關的宣導單章呢 一起放入我們代退運的郵包 好 好 通知那個 寄件 對 國外的寄件人這樣子 好 裡面有東西被取樣了 比如說 他不管有沒有飛沖 說人家的肉類製品 本來就不能用郵寄 對 本來就不能用郵寄 對 本來就不能用郵寄 那第二連的部分呢 連同前面我們講的聲明書 跟那個處理通知書 一起計較給台灣收件人這個 那第三連一樣通知海關 然後第四連一樣是做機關留底存查 那最後我們代退運的這個包裹呢 就會連上我們的檢疫膠帶 然後讓我們的遊務人員 辦理後續的退運的動作 那最後我們整個檯面呢 可是你 你這個是要來檢驗的 對 這個是要送 其他取樣 其他的就是退運 要退運回去 對 其他退運 就是在邊境不要讓他進到我們國家 那如果他只寄一包來 採樣的就 我們就是把憑證給他說 我們有採樣 採樣其實他最主要是了解他的風險 就是說他 因為我們都有統計數字 就是說他來自哪個國家 他陽性率多少 因為他寄的這個 像這個是三包 等一包檢驗 兩包脆運 那如果他只寄一包 那如果他只寄一包 那如果他只寄一包的話 有採樣我們就是 就是只有寄給他通知 單索文明採樣 整個 整個都把它摸入 類似摸入 我怕他住不住好 動植物房間住 站不站 站 海關站不站 站 台南郵局站不站 站 好